本期视频我们来解析奇异博士当中的几大神器和电影里面存在的一些谜团 古一与黑暗领主多玛姆到底有什么关系 魔法的本质和起源又如何理解 内容可能会有些许深奥 谜题卡西利亚斯为何会背叛古一 前传作品当中有提到 他失去了孩子之后又失去了妻子 人生瞬间跌入谷底 在极度痛苦之时遇到了卡尔莫多 被带到卡玛太极 和古一交流之后 他认为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于是相信古一 他在20年的学习时间里一度成为了最优秀的法师 可以一个打6个 可是仍然无法从思绪家人的悲痛当中挣脱出来 为此他开始怀疑古一 抱着这样的心态决定偷看古一的收藏 结果在卡里奥斯特罗兹书里 发现了不朽的时间和空间的秘密 但召唤多玛姆的仪式无法单独完成 于是开始说服其他同伴组成的狂热者 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与多玛姆达成条件 他们同意打开保护维度 让多玛姆吞噬地球 而多玛姆则给予他们力量和永恒的生命 事实上多玛姆说的永恒时间 是吞噬他们成为黑暗世界的一部分 在多玛姆所掌控的黑暗次元里面 时间的存在形式与其他多元宇宙的并不一样 多玛姆给予他们的力量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强大的空间掌控和折叠能力 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一般的法师无法操控 第二 召唤出来的武器并不是带有刺热能量的火焰 而是时空碎片形成的空气刀 谜题二 什么是魔法 奇异博士既然知道咒语 为何刚开始不会使用 也画不出想要的图案呢 事实上魔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 首先是个人能量 第二是宇宙能量 第三是次元能量 根据古一描述的概念有些难以理解 送奇异博士去空间旅行的时候 他讲到 有什么奥秘是你的感官无法触及的 在现实的源头 精神会与物质相连 思想雕筑了现实 这句话概括了魔法的精髓 那么如何理解 我们得从古一介绍魔法的概念 以及奇异博士找到时空开口这里讲起 概念当中的第一句 这神秘法术的语言 自诞生文明起就一直存在 很久以前 村者们把这种语言称之为咒语 那么也就是说 人类有了认知之前 法术就有了 它是和宇宙共同存在的 只是当时人类文明还没有形成 所以无人认知 找到发现并使用它 前半句神秘法术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呢 在施展的时候 讲的并不是现代语 而使用的是一种古代范语 包括卡里奥斯特罗之书写出的内容 和自尊法师的诗人收藏 全部都是古范语 这说明 上古时期有那么一位高人 发现了法术的秘密 而且用语言编撰出来流传后世 此人可能是法师壁主 阿哥摩托 概念的第二句 古一觉得 作为一个现代人 奇异博士可能无法接受咒语一词 他使用了更形象的现代语言来表达 你可以把咒语理解为程序 是搭建现实世界的原代码 结合之前讲过的一句话 思想雕筑现实 我个人的理解是 每句咒语相当于一串代码 通过你自身的想法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之后 描述成你想要的样子 就展现出来了现实 比如说 你想要打开时空之门 你想要塑造一个盾牌 你想要塑造一个扇子 你想要刻画一个铁链 第三 奇异博士为何刚开始不会 就算知道咒语也搭建不出程序 古一还有一句 我们收集能量从多元宇宙的其他空间里面获取 念出咒语 铸造出盾牌 关键在于奇异博士刚开始不会收集能量 但是笔心里面没有水 所以他刻画不出想要的图案 我个人认为在电影的世界观当中 能量一直存在于我们周边 它就是现实世界的源头 像古一说的一样 精神与物质相连 为了激发奇异博士的潜力 让他看到现实世界的源头 故意把它逼入绝境 带进冰天雪地的珠穆朗玛 希望他能够在生死之间感受到能量的存在 而用意念收集宇宙能量 把笔心里面的墨水装满 刻画出想要的图案 打开使用隧道 魔法当中的个人能量运用非常有限 它源自于人的生命力 使用的层面也比较稀少 比如说可以用来催眠 心灵感应 还有灵魂注销 使用过多的个人能量 还会消耗个体的生命力 比如在篇尾 奇异博士跟古一说 你的灵魂赶紧回去 不然你会领合饭的 宇宙能量的运用则相当广泛 一般的法师都能学到这些技能 比如说转换成各种各样的武器 进行时空穿梭等等 更高一级的能量叫做次元能量 可能需要从宇宙的一个或者多个超维度实体获取 比如说多玛姆的力量 把它掌控了 你就可以掌控时间和空间 多玛姆给予了卡西利亚斯折叠空间的能力 三 镜像空间是什么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把一张图片反转180度的效果再呈现出来 会与原图片实现空间对称 反转的图像我们称之为图片的镜像 所以镜像空间你可以理解为 像真实世界的影子一般存在的空间平行维度 法师可以刻画出某一房间的镜像 也可以刻画出某一栋建筑的镜像 还可以刻画出某一座城市生吃地球的镜像 只是刻画的城市越宽广 需要消耗的魔法和难度就越大 在镜像空间里面发生的事 不会对原本的现实造成影响 除了人之外 就是说镜像空间当中的建筑毁掉了 与现实无关 镜像当中的空间折叠了 也与现实无关 但是镜像当中的你领核饭了 你就领核饭了 因为你是现实的 只是你进入了镜像空间而已 在镜像空间当中 使用较小的空间折叠法术 不需要多毛补的力量 涉及到更高的难度和更大的建筑扭曲时 才需要使用 这些小细节 从古一额头上多毛补的符号 可以看出来 稍后再讲 第四 时间之石和阿哥摩托之眼 阿哥摩托是地球上的首位自尊法师 也是法师的创始人 建造了三个首位圣殿和阿哥摩托之眼 时间之石是六颗无限宝石之一 是宇宙大爆炸所诞生出来的 只有具备非凡超能力的生物 才能够直接接触时间宝石 阿哥摩托发现他的力量和危险之后 建造了一种收容装置 阿哥摩托之眼 把石头镶在里面 有需要的时候 结合法师打开部分封印 才可以看到石楼的光芒 使后世能够使用时间宝石 而不会受到接触宝石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电影中 奇异博士展示了时间宝石的三种能力 首先是根据事物原有的因果关系 单独改变某个对象或者事件的时间线 比如说将咬掉一口的苹果复原 或者展示出苹果被吃掉后腐败的模样 时间之时可以完整的还原某一事情 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循环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不会对周边的其他任何事物产生影响 第二还原被卡西利亚斯和狂热者摧毁的圣殿 在此过程中 周边的时间和事物 全部按照原来形成的既定时间轨道有序倒退 只有穿越空间的奇异博士 可卡尔默多没有受到影响 那说明 时间之时只能还原某一个空间之内发生过的 或者已经存在过的事物 在还原的过程中 如果有临时的人和事物改变了还原的轨迹 则他们会受到影响 比如在还原的时候 人类如果不动 或者阻碍了其他事物还原的既定规定 则会被正在复原的事物阻挡 比如卡西利亚斯封在墙上 他的同伴封在鱼缸当中 而奇异博士和卡尔默多 必须时刻躲避正在复原的危险建筑 时间保持的复原过程也可以被打破 前提是对方的力量必须非常强大 卡西利亚斯打破了圣殿的还原过程 结果是时间会被永久定格在这一刻 只有打破还原过程的人 和这些没有进入该空间的人 不会受到定格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炒菜的停止了 但是卡西利亚斯和奇异博士 他们仍然在进行正常的时间线 第三 时间保持的无限循环能力 奇异博士在设定这条循环的时候 内心想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思维雕竹现实 对不对 我认为他设定的循环是 从圣殿还原过程被打断之后的那一刻 到他死亡的那一刻 这段时间节点永久循环 空间范围大概包括圣殿附近 和他所到达的地方 他到达了多玛姆那里 所以多玛姆被困在循环当中 直到达成协议 奇异博士返回地面时 卡西利亚斯仍然是在重复 他打破圣殿恢复过程的那句话 谜一和黑暗空间多玛姆到底有何关联 他是如何吸取能量的 有一种说法是 谜一和卡西利亚斯一样也献出了生命 理由是 他找到继承人奇异博士之后 没能继续活下去 把生命给予了多玛姆 我不赞同此种说法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 他成了多玛姆的一部分 卡西利亚斯和狂热者 因为和多玛姆交换条件 获得了多玛姆的能力 眼球周边出现了黑暗空间的颜色 他们已经变成了多玛姆的一部分 在使用空间折叠能力的时候 谜一的额头上也出现了多玛姆的符号 也使用了多玛姆的力量 不然无法掌控空间 在刚开始出场时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使用了多玛姆的力量 特意带着斗篷遮住了额头 和卡西利亚斯再次碰头时 短暂的显现了多玛姆的符号之后又消失了 那说明他没有与多玛姆交换条件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决定什么时候使用多玛姆的力量 我认为 古一应该是与奇异博士一样 掌控了多玛姆 对于这个异次元空间 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跨维度实体 怎么可能会无条件的给予人类获得永久的生命呢 古一并没有被他同化 可以自由选择使用 说明他应该是掌控了多玛姆的力量 而不是被多玛姆掌控 或者他有一些额外的方法 能够在不被多玛姆察觉的情况下 悄悄使用KM空间的力量 获得永恒的生命 对于以上观点 有不同干法的小伙伴可以留言讨论